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在联准会开始降息前 你应该考虑的三个房贷动作 随着房贷利率可能即将下调 你是否知道你目前的房贷利率 你是否清楚什么样的利率下降会使在融资变得有吸引力 还有你是否已经规划好了即将到来的大笔开支 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你的财务决策 联准会的行动可能会为你带来降低房贷成本的机会 但你必须做好准备才能真正从中受益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我们将深入探讨联邦储备局FED近期降息预期 对房贷市场的影响 以及在这一变化到来之前 房主们应当如何准备 今天我们引用的是CBS News发布的一篇名为 联准会开始降息前应该做的三个房贷动作的文章 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然后进行多角度的专业分析 在过去几年中房贷利率表现并不理想 在疫情期间房贷利率曾一度降至3%以下 这一历史性低点如今已成为过去 当前房贷利率在6%左右 导致房贷支付金额大幅上涨 另不少钱在购房者望而却步 然而转机可能即将到来 联邦储备局已经表示 随着通胀逐渐降温 利率可能会在今年秋季开始下调 这一消息已经使房贷利率有所下降 如果联储真的采取行动 利率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在这篇文章中房贷专家建议房主 在联储会降息前应该采取三项关键措施 首先了解自己的房贷利率 你需要知道你目前的房贷利率是多少 这一步显得至关重要 因为很多房主对自己的确切利率并不清楚 只是有个大概的印象 达伦 图利 联合家庭房贷公司的代官和销售经理指出 房主可能不知道由于信用或评估的变化 他们的利率在贷款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化 你可以通过查看每月房贷报表 或者联系你的贷款服务机构来确认这一点 其次 确定什么样的利率下降 才会使在融资具备吸引力 一旦你了解了你的当前利率 便可以开始寻找潜在的再融资机会 如果房贷利率低于你目前的利率 你可能会考虑再融资 以利用这些利率从而降低每月支付 Cross Country Mortgage的代付总裁 戴布拉舒尔茨指出 许多人误以为利率必须下降整整百分之一才值得再融资 事实上 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固定标准 对于较大的贷款金额 即便是小幅下降也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你需要通过计算盈亏平衡点来确定再融资是否值得 最后 规划即将到来的大笔开支 随着利率下降 现金再融资的利率也会变得更具吸引力 达伦图立解释道 现金再融资的利率通常高于传统的利率和条款再融资 但利率下降会使其变得更负担得起 你可以利用现金再融资来支付即将到来的大笔开支 如房屋维修或孩子的大学学费 因此 在利率下降之前 规划好这些费用是明智的 文章总结道 如果你在利率下降后决定进行再融资 请务必货币三加 不同贷款机构在房贷利率和费用上 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Freddie Mac估计通过比较四个不同的报价 每年可以节省约1200美元 从不同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和评论上述内容 首先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联储的降息措施 无疑是为了应对经济中的疲软迹象 和通胀压力的缓解 降息将使借贷成本降低 刺激消费和投资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然而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 降息带来的直接效应 是房贷利率的下降 这不仅能减轻现有房主的贷款负担 还能吸引更多潜在购房者入市 进一步推动房市的活跃度 从个体经济角度来看 了解自己的房贷利率 是非常实际且重要的第一步 很多房主对其利率并不清楚 这可能会导致措施节省成本的机会 通过准确了解自己的利率情况 房主可以更好地评估 是否适合再融资 从而优化个人财务规划 再融资的吸引力因个体情况而已 对于那些贷款金额较大 且当前利率较高的房主来说 即便是小幅下降 也会带来显著的月度负担减轻 而对于贷款金额较小的房主 他们可能需要更大的利率降幅 才能使在融资变得有意义 计算盈亏平衡点是一个实用方法 能帮助房主进行理性决策 同时规划大笔开支 也是一个关键步骤 利率下降后 现金再融资将变得更具吸引力 房主可以利用这一机会 来解决即将到来的大笔开支 减少其他高利率债务的压力 然而房主需要谨慎规划 确保在融资带来的长期收益 能够覆盖短期的在融资成本 文章最后提到的货币三家 则是确保获得最优惠房贷条款的重要策略 不同贷款机构的利率和费用差异较大 通过比较 可以显著降低借贷成本 优化个人财务状况 总的来说 联储会的降息预期为广大房主 带来了潜在的再融资机会 和财务优化可能性 然而房主们需要在了解 自己当前利率的基础上仔细评估在融资的收益 并合理规划即将到来的大笔开支 通过货币三家 确保获得最优惠的房贷条款 从而在降息过程中 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 感谢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我们将持续关注联储会的动向 以及其对房贷市场的影响 敬请期待下期节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讨论在联准会降息前 应该做的三个房贷动作 首先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房贷利率 这样才能在利率下降时做出明智的决定 其次 我们要确定什么样的利率下降 会使在融资具有吸引力 最后 我们要规划即将到来的大笔开支 以便在利率下降时果断行动 这些动作能帮助我们在利率变动中 最大化地节省成本和资源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人人都能随时搞清楚自己的房贷利率一样 你知道吗 很多人连自己每天早上吃的面包是什么牌子都不知道 再说了 在融资这件事儿 一听就复杂得要命 还要计算盈亏平衡点 搞得像咱们要去参加奥鼠比赛似的 而规划大笔开支 别斗了 现在这经济状况 连下一顿饭吃啥都不知道呢 谢琪琪 这可不一样啊 知道自己的房贷利率是基本的财务管理 就像你知道自己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一样 在融资确实需要一些计算 但这是为了你将来可以节省更多的钱 这不值得吗 至于规划大笔开支 这是长远的打算 不是说一时半刻的事情 像在孙子兵法中提到的 鲜味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还以为我在听财经节目呢 但是现实一点好吗 现代人忙得连给猫洗个澡的时间都没有 还有精力去搞什么在融资计算 而且你说的那个孙子兵法可是战争用的 我们可不是每天都在打仗好吗 再说了 现在房价这么高 谁还有钱去做大笔开支的规划 谢琪琪 你的担忧我理解 但我们正是需要利用这段时间做些准备 如果你真的忙得没时间 那么联系贷款官或服务机构了解自己的利率也是几分钟的事情 而且像孙子兵法这种智慧 不仅适用于战争 也适用于我们的生活和金融决策 虽然忙碌 但做好财务规划 能让你以后更轻松 就像在《红楼梦》中 王熙凤说的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做好准备 才能未雨绸缪 楚天书 你说得头头是道 但我还是觉得这有点理想化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连基本的财务知识都欠缺 还要去做这么复杂的计算和规划 况且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 今天利率降了 明天可能又涨了 这些事情谁也说不准 就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说的 世事无常 变幻莫测 与其花时间在这些不确定的事情上 不如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